除了台北文創大樓 2013年全線通車完工的 舞陽高架路段 當中也有5個標案 是使用同個廠商的混凝土 舞陽高架最高路段 約48.7公尺 行進林口地區 大概是開在10層樓高 工程安全格外重要 如今高架工程 也用到亞東混凝土 其中3個 更有掺入肺爐渣的高爐石 有沒有辦法保證 還是會擔心 因為常常也可以開高速公路 如果真的是混凝渣 比較危險性 是希望說相關單位 能夠去做一個 比較省深的去審查 民眾走起來心驚驚 但高工局曾經表示 雖然是同個廠商 但舞陽高架使用的是 桃園林口洋梅廠的混凝土 而非台北文創的細紙廠 另外雖然都是廢爐渣 不過舞陽高架是在水泥中混入 不會膨脹的高爐石粉 跟台北文創的轉爐石 完全不一樣 符合檢驗規範 其實舞陽 大致上都會使用到高爐石粉 因為我們合約規範的意義 我們在使用的過程 都會進行相關的檢驗 體驗合格才准查進場 再三掛保證一切合乎規定 不過高速公路車速快 一點差錯都可能攸關人命 主管單位可得好好徹查 解釋下一方 特別報導 好